遛羊 人家遛鳥的遛羊 得这么提着是吧 在我身后就是江北最大的花卉大吉出发 也就是黄楼镇 今天带大家进去遛着遛着看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就是荷花 这个就是莲花 没有 这个就是千头菊了 上面一千个花包 这一拉开花 这一拉多 三脚门 这只花 三味葵 桂花 各种价洁的 留书当真目价洁的桂花这些都是 这个咱们叫什么 叫仙丹 就是龙船花吗 我说下一步咱们培育这种东西了 看到了吗 这个小石榴挂着锅卖 它现在卖的是这种苗 一个是可以看 还有一个可以吃 这种以后才会是花卉界的一个主流 看着有点不好意思呢 都在围观我 这五色梅 在云南那个长的花球又大 在那边光照的事 这个粉色的 这个也是五色梅吗 这个粉色的好看哈 这个你要去问的话 他们都会给你说叫丁香 就是狗牙花嘛 这是大仙人长 我跟你说丁香 你养花养不活的 你又养这碗了 你要把这碗都养活了 你再养花去 哇 这个霸气哈 沙漠玫瑰 我在那个 在网上看到有的那个根盘这么大 老漂亮了 太费年工了那种 好几年养不出来 这个是迎春啊 迎春 它就一年就开一回花 这就胡椒木了 红韵当头 也叫平红 它是凤梨科的 就像你吃的那个菠萝 是一个道理 它的花期就是半年左右 长一点的可能九个月 那晚上上面退彩了 就把它砍了就行了 它会从边上下小斩 这种小玫瑰 它其实都是月季啊 就是没有玫瑰 有话说老爷有玫瑰吗 有 玫瑰一年就开一回 而且开花不好看 所以说你能买到的都是月季 哈喽啊 哈喽 不错 那你的它偶遇同行粉丝 这个 这个球栏很不错 这个球栏很不错的 这个球栏很不错的 是一棵海草海草海草 水一波飘摇 我们这边的一些个 这个大集的一个性质 就是附近的一些农户 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展示的窗口 知道吧 有很多农户里边 把家里边特色的一些产品摆到这个地方 以前的炉这里很火 但是有一场大火之后呢 就是不火了 这儿八经都着火了 不火了 以前的棚架里边老多了 现在没有以前火了 这个像草一样 叫荤杀掉了 我在唐山这么一盆卖过200 好多年了 16年 这也卖200 厉害 这个就是巧克力 就假莲窍嘛 它不是真莲窍 就假莲窍 巧克力 看这种紫色的花 味道也是那种淡淡的一个香 哇 你看这个开花了 九尾糊啊这个 这个漂亮啊 这个漂亮啊 有人说怎么有长毛的有短 有短毛的 你看这个毛长得就很密 可能的话我们都想喜欢这种毛的 但是它也会开花啊 懂这个事就行了 都是长毛 就是你养的好与坏的问题了 养好了都是长毛 这个东西这么便宜了吗 你看 4块钱 还有这么大一份 这么大一份 4块 确实便宜啊 高一点 应该不多 这种呢 一般都是我们这 附近的这些个老太太 她们自己种几盆 有的话 老阿姨这种货挺好的 你怎么不整 很难碰上 就是你就碰上了 可能就这一三轮车 你卖完就没有了 所以说有的话 我都买不到 不是说没有便宜货 不是说便宜没好货 这有好货 你不一定能碰上 这太阳花 这儿八经崇拜的太阳花 我跟你们说 你在网上买的那些种子 多半都假的 这玩的才是真的 但是这个发货的话 它是泥土的 给你们发快递 就差点意思了 这儿八经的 金鱼料来 养的老漂亮了 老哇塞了 看到吗 看好这个大盆 这么大的盆 三个煮到一个这么大的盆里边 然后就卖的 看的好看嘛 就能卖上一个好价钱 所以说这种东西有很多话 如果买回去 为什么养不换 它这么小的盆 三个硬塞到这么大一个盆里边 当时看的好看 你时间长了它还是不行啊 它是需要这么小的盆 换到这么大的盆里边 那是更好的 懂这个事就行 蝴蝶兰 山东这边的蝴蝶兰 有一个什么事 大的那种种植基地 它不出门 出门的一般都很小 一般你看到的都是这种 矮矮的土啪啪棚 它这个量很少 我戴着眼镜 还被人认出来了 哈哈哈哈 红掌 白毛福利水 红掌薄青波 红掌怕冷 一冷了 这个就黑了 去年有500颗这个 全冻死了 咱们家 我带大家逛的这个地方 也是江北最大的 一个花卉小镇了 就黄楼镇嘛 很多的话有老问我 这是哪儿 就老花一也在青州 这是我们青州的一个特色 这个铜钱草 铜钱草的一个审美 就是看谁的叶子大 因为找到那个叶子大的 那个一个叶子都找那么大 你知道吗 你要尽量找那种大叶子的 好看 十块 十块 比如说老阿姨 你这么大盆的卖 我没30 你知道多成吗 发快递都十几块 你再加上一些平台的扣点 再有点货损 卖30还赔钱 你看我从头一直走到这才走了一半 走到头才到一半 这里很多 各种各样的品种琳琅满目的 但是有很多它不适合做店上面 就像刚才我拿的那个笔尖茉里 它太重了 发货快递费很贵 所以你们到点打卡过来玩 还可以顺便找老花一喝茶 一到了一面就看不着了 这个眼镜还是管点事的 上面白白的不是 白雪公主 你看这小名起的 你看这些个以前的时候就叫电脑宝贝 说是防辐射 各种各样的 这个不是它开花 它开花会从边上再开一个小花起来 这个还不是它的开花呢 这你可以理解为它的花孤独 我要的是葫芦 葫芦都搞成盆栽了 有点东西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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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的呀 一连有门啊 对对对一连有门啊 这家里边多吗这个 多呀多 留个电话 像这种就是 看到了吗 这种都是外地的 就是离的也挺近 他们开车过来摆摊卖 你看这种的 骑摩托的干什么的 基本上都是来零售的批发的 都比较多 这里面还转吗 有什么好看的吗 走带你们看一下 这什么呢 这玉簪 哎呀漂亮 有那个梧桐树的那个味道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灵霄 这个是灵霄 种这种灵霄 北方的花肉老师问是吧 这种大叶灵霄漂亮 是不是还有小叶的 小叶的花也小是吧 对那个是小叶灵霄 这个是大叶灵霄 这是什么颜色的 这是灵霄的 我去看看 这是灵霄的 美国灵霄的 小叶灵霄 我去看看那花 那里有护士的 等他买哪一场 还有开花 没有开花 看这身边 这是花多 这是花 这是灵霄的灵霄 这个叫大叶桶 对 这种在网上发货都坏了呀 发一个坏一个 坏一个 就是发货不好发 我们也小卖 开花也漂亮 我们的车在这 谁把车停这儿的 小魏在这儿的 在这儿的车 应该是我们家采购 要么就是我岳母 要么就是小魏 他俩来的 也来这边采购 他家资账 咱们弄点小的要养到大 可费劲了 我说在广东好养 我说广东 我说到时候给你投资点 去南方养来玩的东西 养多少卖足 这大水葫芦 这多少钱 不快 不快 我给你少一个 给你六块吧 讨个吉利 行 嘿嘿嘿 老板发费 这个为啥弄个水葫芦啊 有人说这个东西是入侵品种 怎么怎么的 在我们北方 如果说你要种到水塘子里边 它会冻死一片 没有那么泛滥 你可能到长江以南地区 它会泛滥 我们北方人要养这个水葫芦的话 基本上每年都要买 我就看的好看好玩 加点水都能活 还开花 关键点 现在这个季节还开吗 寒羞草 人家会害羞 这个不害羞就是因为撬光啊 只要光照好它都害羞 以前寒羞草都野生 哎呦 这个放到十年前这一棵 四位数也有点强啊 哎呦 现在便宜了 鸭子怎么卖大鸭 五块钱两个 这个东西怎么分拱子摸的 挺娇生的 娇的香料的是摸的 还没二十天的 没有 没二十天不好羊活 凑十个呗 十全十美的 这叫鸭子 撬一撬 他他也跑不开 好好好 遛羊 人家遛鸭子 遛鸭子 得这么骑着 得这么骑着 这花好看啊 有点好看 这叫什么 夏锦 夏锦 真漂亮 俩色 三个色 咋都用泥土养的 用泥土就跑卖了 泥土养的 泥土养的更好养 咬点粉就行 他这个 他在楼房 你这个拿楼房上养的 就养不活 他没好处啊 福奇海棠 太小了 这个大点 哦哦 这是眼镯 这单半的 知道了吧 福奇海棠 一公一母 一个花图上面开俩花 一个是单半 一个是虫半 回家喂鸭子去了 下回再带你们赶大吉啊 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给你们分享一些 养花的趣事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白了是吗 嗨 嘿嘿